快看这个准新娘有多么的胆大 竟然把前任带到了自己的婚房里 而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 这个所谓的前任竟然是她的青唐哥 这是一部来自日本的县世题材电影 无论是从尺度还是从影片剧情来说 都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 今天就给大家带来这部 伦理动作电影《火口的两人》 故事还要从这个正在钓鱼的男人说起 男人名叫贤智 光是看他潇洒的钓鱼动作 就不难猜出这家伙是个十足的街溜子 他现在可以说是没有工作没有钱 唯一有的就是闲暇时间 这天贤智正在钓鱼的时候 接到了来自父亲的电话 父亲告诉他 几天后就是表妹侄子的婚礼 因为侄子特意多次提起他 所以让他务必要赶回老家参加 接到电话的贤智也很是放在心上 第二天就回到了老家 回到家后的贤智百无聊赖 唯一打发时间的娱乐方式就是睡觉 就在他困意正浓的时候 突然传来的门铃声将他唤醒 打开门之后贤智棱在了原地 因为门口站着的就是准新娘侄子 而贤智之所以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是因为侄子不仅是他的表妹 还是他心心念念的前女友 虽然两个人已经分开了很久 可这样冷不丁地出现在眼前 还是让贤智有些恍惚 和贤智比起来侄子的态度就随意了很多 他熟忍地打开空调 享受着片刻的凉爽 随后又和贤智聊起了从前 当年他母亲早逝后 贤智母亲就将他接到了这里 一直当亲生女儿一般的照顾 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 他和贤智之间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只是没想到的是 贤智的母亲也在几年前因病驱逝了 这个房子自然也就空了下来 说起来两个人上次见面 还是在贤智母亲的葬礼上 两个人在房间里寒暄了一阵之后 侄子提出让贤智陪自己一起去超市 准备一些婚礼上会用到的东西 贤智也只能开车陪同 两人来到超市之后 侄子想要的那台电视只能排队购买 在等待的过程中 两个人来到了面馆吃饭 谈论起工作时 贤智也毫不隐瞞地表示 自从自己离婚之后 几乎就是一个无业游民了 偶尔打谢临工过活 没钱就挣 有钱就闲 提前过上了老年生活 回去的路上 侄子表示自己的未婚夫是个40岁的少小 虽然年龄偏大了一点 但是好在年轻有为 也算是人中龙凤了 就连自己都没想到 还能找到这么有地位的丈夫 两人回到家后 侄子精心为贤智准备了饭菜和红酒 然后留下贤智一个人享受 自己上楼收拾行李 贤智也是毫不客气 几杯酒下肚之后 直接躺在沙发上睡起了大觉 等他醒来时 发现侄子给自己盖上了毯子 来到楼上后发现 侄子也躺在楼上睡着了 醒来后的侄子毫不避讳地 在贤智面前穿上裤子 让贤智将桌子上的相册拿过来观看 打开相册后 贤智直接在线无语 因为里面满满都是他和侄子曾经的照片 甜蜜的恩爱的 甚至还有一些少儿不宜的 没想到这些照片侄子竟然都还留着 那时候的贤智25岁 是花儿一样的年龄 两个人陷入甜蜜的恋情中无法自拔 一想到当年的恩爱日常 侄子依然觉得十分幸福 他表示那是他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而贤智却不敢去回忆 毕竟侄子马上就是别人的新娘了 随后二人一起来到了侄子的新房 这是一栋面朝大海的富士楼 看上去豪华又不适简约之美 看来侄子的丈夫确实是个有本事的男人 帮侄子将电视搬进婚房后 两个人坐在房间里试看了一下 侄子让贤智坐在自己的身边 贤智却起身表示自己要走了 身后的侄子赌气一般地锤打着沙发 这让贤智一时十分无奈 他深知侄子的邀请代表着什么 可面对侄子的撒娇和赌气 他根本就没有任何拒绝的能力 两个人越坐越近 侄子的手开始在贤智的大腿上来回摩擦 尚有一丝理智的贤智快速起身 再次准备离开 可这一次侄子直接追出去吻了上去 他恳求贤智留下来陪陪自己 哪怕就一个晚上而已 他想重温一下两人以往的温存 面对侄子热烈的亲吻和表白 贤智的理智彻底瓦解 两个人就这样 迷迷糊糊的就在侄子的婚房里发生了关系 说起来实在讽刺 就连侄子的未婚夫都还没有入住过的双人床 就这样被侄子和前男友给睡了个翻天覆地 一番缠绵之后 贤智询问侄子为何要这么早结婚 侄子表示自己想要一个孩子 这样才能将生命延续下去 可前两年体检时查出了有子宫肌瘤 医生说要孩子的话就要尽快 所以侄子才迅速找了对象准备结婚生子 可这样的事情他未婚夫并不知道 因为侄子对未婚夫没有感情 也并不想将自己软弱的一面呈现给他 可贤智是他的此生之爱 所以他坦诚又真实 说着床上的两个人再次缠绵在了一起 他们对彼此的身体熟悉又陌生 这种久别重逢的感觉让两人觉得更加刺激 一波波的快感几乎要将他们淹没 这一晚上两个人算是彻夜缠绵 可第二天一大早贤智直接拽着侄子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运动 这让侄子觉得很无奈 虽然是他先撩拨了贤智 可他也说过 两个人的事情就只在昨天一晚 现在还这样算怎么回事 吃饭时 贤智直接表示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是侄子非要带自己回顾以前 现在自己已经无法找到回来的路 看着贤智如此坚持 侄子也是无可奈何 更何况 他也十分享受两人的缠绵翡测 于是当即和贤智约定 在未婚夫出差回来之前 都会和贤智待在一起 贤智掰着指头算了算 还有五天 这五天他们可以完全自由地待在一起 想想就觉得令人兴奋 吃饱喝足后 两人买菜回家 可到家之后 菜都没来得及放进冰箱里 贤智就猴急地拉着侄子跑到了床上 那是一分钟的时间都不愿意错过 两个人就这样 不分昼夜地在房间里心情地运动着 结果半夜十分 贤智就被下身的疼痛给刺激醒了 因为摩擦过度的原因 他的下体红肿无比 看着贤智现在的样子 侄子突然有些好笑 他想起以前两个人在一起时 也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如胶似漆的他们 根本不舍得放过彼此的身体 为了让贤智舒服一点 侄子贴心地准备了冰毛巾为他冷敷 第二天 两个人开始为彼此亲手做羹汤 一个喜菜一个做饭 看起来十分的融洽 如果我们事先不知道剧情的话 估计会以为他们是一对十分恩爱的夫妻 餐桌上 侄子不住口地夸赞贤智的手艺依旧如故 而贤智也表示 自从和侄子分开以后 他就再也没有为谁做过饭 这样看起来两个人还真是狼情窃疑 随后贤智再次劝侄子 结婚需谨慎考虑 不能因为想要个孩子 就搭上自己的后半生 再说了这对于人家男方 也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侄子是个聪明的女人 立即就听出了贤智话中的含义 可他不会为了贤智一而再再而三地 放弃自己的原则 说好的一个晚上变成了五天 那这五天就是自己最后的底线 无论是多么深爱彼此 也不能影响自己的婚礼 而且贤智不是也有一个孩子吗 虽然那个孩子已经被前妻带走 但无论如何也是贤智的亲生骨肉 自己为了孩子结婚并不是什么不齿的事情 更何况自己也是因为想和未婚夫在一起才要结婚的 贤智再次逼问 你想和他在一起 为什么又要和我在一起做这种事情呢 侄子不遮掩地表示 我在婚前想干什么那是我的自由 听到侄子的态度如此坚决 贤智也只能沉默不语 是啊他自己也有一个孩子 确劝侄子不要为了孩子而结婚 实在是太双标了 但咱们不得不说呀 这个女人还真是有两下子 想要孩子就找个有钱有势的男人结婚 想要在婚前和真爱寻找刺激 就直接给未婚夫戴了个绿帽子 现在他已经得到了真爱身体的慰藉 又想让真爱到了时间就立即抽身 可爱情不是过家家 岂能是说彻底放下就放下的呢 再次出门时贤智独自一人 在美术馆里逛来逛去 曾经这也是他和侄子 经常来闲逛的地方 走到这个小镇的大街上 看着那个无人的胡同 贤智突然想起了以往的画面 两个人年轻气盛 随时随地都想要和彼此恩爱缠绵 他们曾在这个胡同里 进行过激烈的运动 甚至还为这场运动拍下照片留念 过往的画面一幕幕呈现在脑海里 贤智觉得这里到处都是侄子的身影 也正是因为这样 两个人分手之后 除了参加母亲的葬礼之外 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怕就怕过去的回忆翻江倒海的涌来 随后两个人一起去买了牛肉 开朗的侄子就像年轻时一样的可爱迷人 两个人像情侣一般 计划着要做一场丰盛的晚餐 可在吃饭的时候 却不凑巧地遭遇了地震 好在这场地震正感不强 两个人安好无事 吃完饭后 他们一起泡在浴缸里 侄子回忆起了之前经历的一场大地震 那时候的他死里逃生 看着朋友们也相安无事 也就是那个时候遇到了现在的未婚夫 未婚夫是救援队的一员 也许自己想和未婚夫结婚 并不只是因为想要的孩子 还因为自己被他的精神所感动 觉得一个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的人 应该是一个值得托付的好人 爱你说这女人到底怎么想的吗 既然觉得人家是好人 就应该安生过日子才对 怎么还想着给人家戴了个绿帽子呢 或许也是因为那场地震 让他觉得人生苦短 所以才迫切地想要找回曾经的回忆 不过眼下两个人都知道 这回忆是绚赖而又短暂的 他们没有办法许诺终生 洗完澡之后 侄子突然觉得腹部开始剧烈的疼痛 看着他捂着肚子的样子 贤智心疼不已 这时候才想起来 侄子从小就肠胃不好 而刚才自己做的牛排也不过五分数而已 为了帮助侄子缓解疼痛 贤智贴心地为侄子揉着肚子 就这样两个人在温柔中睡了过去 也算是彻底地休息了一晚上 第二天早上醒来时 贤智第一时间询问侄子的身体状况 侄子虽然现在已经彻底好了 但是心里却觉得有点心塞 他不知道自己结婚之后 该如何面对这种事情 尽管他在贤智面前可以赤裸相对 就算认他摆布也觉得很自然 可以想到以后在未婚夫面前这样 就觉得格外的难为情 一方面是不能接受别人看到自己的软弱 另一方面是自己也并不喜欢未婚夫 所以没有办法做到彻底的坦诚相对 听到这话贤智也沉默了许久 但无论如何结婚都已经成了定局 他们又能改变些什么呢 侄子觉得 他之所以会对贤智有不一样的感觉 也不只是因为贤智是自己的第一个男人 更因为两个人之间有着 切不断理还乱的血缘关系 所以才会对彼此的身体格外的着迷 仿佛抽大烟一样 戒不掉又很难得到 所以在得到时才格外的愈先愈死 既然春宵难得 两个人也就不再犹豫 又再一次开始了激烈的运动 两个人就这样在侄子的婚房里 吃饱了就运动 运动完就吃饭 一直腻歪了四天之后 他们决定出去走走 以一场旅行来结束两个人这段荒唐的时光 两个人可以说是有备而来 准备在车上也大干一场 去往景区的旅行大巴上 侄子拿出毯子盖在腿上 而贤智也贴心准备了毛巾 垫在侄子的座椅上 趁着周围人都昏昏欲睡时 两个人大胆地开始了行动 这一场运动可以说是无声胜有声 光看侄子的表情就可以知道有多么的激烈 两个人下了大巴之后 并没有像别人一样第一时间去往景点 而是快速开了个房间 然后腻歪在一起解决彼此的生理问题 直到腻歪到了晚上 两个人才再次出门游玩 不过这两个人心里现在什么都没有 全身上下都是想着性话题 毕竟他们现在正渴望拥有的也正是这个 但一想到今天就是最后一晚 情绪难免也就失落了下来 两个人找了个安静的小酒吧喝酒时 在侄子的询问下 贤智说出了自己当年离婚的真相 那时候的他已经有了可爱的小女儿 可却依然不安分 每天早出晚归还有了外遇 被妻子当场抓包以后 老丈人愤怒不已 硬逼着贤智签下了离婚协议 老婆孩子离开之后 外遇的那个女人也并不愿意和自己结婚过日子 双重打击之下 贤智的精神状态日渐示威 每天都要靠着酒精来麻痹自己的神经 直到有一天晚上 他用电话线紧紧地勒住了自己的脖子 从玻璃中看到自己的身影后 贤智自己也吓了一跳 为了能活下去 他不得不辞掉工作 到医院接受心理治疗 自己现在是没车没房没存款 还欠了一屁股外债 说来这也算是为背叛婚姻付出的代价了 听到这里 侄子表示自己可以借给他钱 可贤智连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这样的贤智让侄子觉得很无奈 因为贤智好像一直都是这样的人 明明胆小又没什么责任感 却还偏偏装作出一副自命清高的样子 可在这个世界上 总有些事情是自己再怎么努力也无法完成的 与其最后徒劳无功 还不如找别人帮忙 不然也可以卖掉母亲留下来的老房子 虽然这样做有些不妥 但如果母亲在天有灵的话 看到儿子卖房子是为了更好地活下去 应该也不会怪罪的 听到这话的贤智忍不住叹了口气 哪有那么容易啊 老房子现在根本就不值什么钱 两个人回到房间再次运动之后 不约而同地再次回想到了以前 当时贤智和前妻交往的时候 还没和侄子划清界限 在他求婚的那天晚上 一个人回家后突然觉得不想活了 于是打电话叫来了侄子 两个人一番缠绵之后 留下了那张仿佛倒在富士山下的照片 现在想想实在是对不起侄子 那天带着罪意的贤智表示 他们也算是在活口之中殉情而亡了 没想到他们还有再一次发生关系的这天 可是时间过得飞快 今天就是最后一晚上了 谈论到以前两对人在一起时的各种刺激战场 侄子表示自己之所以如此配合 因为知道贤智很喜欢那样做 而自己深深地爱着贤智 自然是无所不一的 那时贤智结婚后 贤智的母亲还曾说过 她一直希望侄子和贤智在一起 听到这话贤智更是震惊了 她没想到自己的母亲竟然如此的开明 毕竟侄子是自己的堂妹 如果那时候母亲真的支持 她肯定也愿意努力达破常规试一试 可现在侄子都已经快要结婚了 不管怎么说 事情都已经成了定局了 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要的 这几天的欢愉已经是他们毕生不可多得的 第二天早上 贤智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 侄子已经提前离开 如果没有桌子上的那封信 她还以为所有的一切都是幻想 回去之后贤智吃着冰淇淋读完了信 信里的意思大概就是 侄子觉得在一起相处的这五天 是自己最快乐的时间 她希望贤智可以勇敢做自己 吃完冰淇淋之后 贤智将信撕碎扔进了垃圾桶 然后再次回家呼呼睡大觉 在这个时候 父亲打来了电话告诉她 侄子的婚礼延弃了 得到这个消息的贤智兴奋不已 她迫切地给侄子打去电话询问情况 侄子却让她来婚房里一趟 来到这里之后 侄子将两人曾经最喜欢的海报还给了贤智 还告诉贤智 富士山火口要爆发了 曾经富士山也是他们心中最神圣的地方 当说到自己的婚礼延期时 侄子表示 昨天未婚夫回来之后 就告诉自己又接到了一个紧急任务 而且是国家一级机密 当未婚夫睡着的时候 侄子偷偷查看了她的电脑文档 发现未婚夫以后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于是第二天就直接问出了事情 富士山火口马上要爆发 未婚夫要担任救灾指挥员 以后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听到富士山要爆发的消息 侄子再也无法继续忍受下去了 直接说出了分手 也就是说 他们的婚礼并不是延期了 而是直接取消 富士山马上就要爆发了 这对于本地人民来说 绝对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在灾难面前 他们的生死都是未知数 又何必继续委屈地活着 随后侄子直接表示 如果贤智愿意的话 可以留下来和自己一起生活下去 这对于贤智来说 是数年以后的又一次机会 两个人一起来到图书馆 翻阅着有关富士山的书籍 去往海边畅想着富士山爆发之后 会对人们的生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但有些事情就是这样 无论是灾难还是幸运的 该来的是无论如何也阻挡不了的 在闲闲的海风中 侄子再次问贤智 富士山都要爆发了 你还要继续这样活着吗 而贤智这一次终于勇敢了一次 他毫不犹豫地坐在了侄子的身边 表示要为自己活一次 哪怕他们的结合是错误的 是被世人所唾弃的 他也要努力一次 两个人算是达成了一致 为了寻找当年的刺激 他们还再次来到了那个阴暗的小胡同里 再次开启了和当年一模一样的运动 那时候的两个人是因为年轻气盛 现在则是纯属为了找刺激 你还别说这就地重游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两个人那叫一个打得火热 旁边放学的小学生都听到了动静 两个人也只能尴尬地暂停运动 不过也仅仅是暂停而已 回到家里之后那又是电乱捣缝 不知天地为何物 运动之后的两个看着电视里的新闻 所有人都在等候着富士山的爆发 许多交通也因为这场事故停了下来 不过直到现在 火山依旧没有爆发 午后时间 晕晕沉沉醒来的闲置 询问着火山爆发的情况 侄子也顺势躺在了床上 两个人再次开始了缠绵 其实现在对于他们来说 富士山爆不爆发都已经无所谓了 反正他们两个人心中的那种火神 已经彻底迸发 其实导致侄子放弃自己婚姻的 也并不是富士山爆发的消息 而是他心中对闲置无法割舍的爱意 影片在两个人的缠绵声音中 拉上了帷幕 让小编都不得不感叹一声 论拍摄伦理电影 那还得看小日子过得不错的导播人民 就这个变态的剧情和思路 一般人根本就想不出来 而且再者说了 你看日本片就一个感受 就是你永远也猜不到 你看的到底是伦理片还是情色片 这部影片的尺度非常大 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搜索原片欣赏一下 估计你会和小编一样感到震撼 而且这竟然是日本年度最受欢迎的一部电影 看来人家全国人民喜欢的都是一个类型 影片的剧情也是十分的狗血 堂哥和堂妹之间产生感情之后 开始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各种性体验 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年龄后 身为堂哥的贤智直接抽身结婚生子 而堂妹也独自一人寻找别的男人来疗伤 但奇葩的是 贤智结婚之后并没有安安分分的和妻子过日子 而是再次有了别的女人 你看这样的男人就是骨子里不安分 就算他和侄子一直在一起 估计也很难一直这样恩爱下去 毕竟他胆小懦弱 又没有任何的责任感 有的只不过是和泰迪一样的无穷无尽的授予罢 而侄子的想法也是让人感到很是费解 当初被贤智甩了以后 他并没有吸取教训 还在自己婚前将贤智带回家故意撩拨 说什么婚前自己想做什么都是自由的 但其实这个想法已经十分的龌龊 一个已经定下终身的女人 带着别的男人来到自己的婚房里 发生这种莫名其妙令人叹为观止的举动 竟然还觉得自己十分的无辜 恐怕内心里还会为自己的爱情观感到十分的感动 导演其实是想通过富士山的爆发 传达出来两个人的爱情真挚而又勇敢 在灾难来临之前 他们放弃了所有的伦理道德 勇敢地遵从了自己的内心 最终和彼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但可惜的是 两个人的美好结局也只能是在导演的拍摄中 我们每个观影人都是有血有肉有自己思维逻辑的 一个抛弃妻子 一个背叛婚姻 小编实在是无法做到去祝福他们 那个可怜的在婚姻中被背叛的女人 以及一个还没结婚就被戴着绿帽子的男人 他们两个才是影片中最可怜的人 身为堂兄妹的贤智和侄子 刚开始和彼此产生感情发生关系时 就已经知道他们做的是让人无法接受的事情 可他们还是这样做了 打着倾听身体声音的名号 做着不伦不类的事情 如果一直这样下去 小编还会觉得他们勇敢 可偏偏当年的贤智已经懦弱地放弃了这段感情 两个人已经许久都没联系 现在临近侄子婚妻时 又再次这样不明不白地溺在了一起 实在是让人无法理解 如果爱情是可以自私的 那就从一开始自私到底 不要伤害其他无辜之人 如你爱火山爆发 那就不要害怕吃热的岩浆 何必憋屈屈地找别人来帮自己垫背 看到最后也想不通侄子到底图点啥 纵使爱情是可以忽略物质和人际关系 但总得看看一个人的人品如何吧 当初的贤智为了婚姻背叛侄子 后来又因为外遇背叛了婚姻 最后鸡飞蛋打的 他选择了当个无所事事的该溜子 这样的男人到底有什么值得被爱的呢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侄子也背叛了自己的未婚服 这俩人也算是绝配 可如果人活着连最起码的道德伦理都没有 又该怎么去划分和旁人的边界感呢 影片确实拍摄得挺为美 许多大尺度的戏码也并不让人反感 但这种乱文之恋 还是让人难以接受